南华早报引述美国内华达州最高法院一项裁决报道,拉斯维加斯的金沙集团只可以取得澳门的赌牌,确实是有拜香港商人孙志达安排中国大陆的高层官员与赌场集团的高管见面所致。 南早的报道指出,这项裁定几乎可以为这宗长达12年的官司盖官定论,并且等同意味着北京在背后使用影响力,要澳门发牌给金沙集团。 法院的裁决指,孙志达帮助金沙集团翻译文件,并且代表金沙向时任中国大陆副总理的钱齐琛做出报道。 想收看更多维加斯华文短片,请浏览新闻网lvcnn.com 谢谢 好 好 诶 好 字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